還要提醒大家 不想荷包大師姐 要注意詐騙又有新的手法了 這是中華民國運彩工會理事長 最近陸續接獲了20多名被害人的投訴 說有一位良性李專 對外冒用他的名義 招攬被害人投資彩券行 甚至偽造了合約書和印章 初步估計詐騙金額超過1500萬元 現在呢 理事長已經聯合被害人要正式提告 另外賈役則是一名男子 他假設要買運動彩券 過程當中不斷地向店員要求要下注 還有對講 趁亂帶走了價值3萬元的彩券落寶 警方鎖定嫌犯 全力追棋 灰色商業的年輕男子 提著背包來到彩券行 直接在櫃台丟了一疊千元大抄药 下注云彩 男子下注完背著包包快速離開現場 這個過程看起來沒什麼不對勁 殊不知這間彩券行 本來是他鎖定的下手目標 沒想到業者一個舉動 讓男子想騙野 也騙不了 他會詢問說你這個要下多少 有看到錢在按 只是第二間彩券行就沒這麼幸運 他一樣假借買運彩 這回使出一下要對講 一下要下注的手法 串爛中帶走3萬元運彩離開 店員一度以為他是要去拿錢結帳 沒想到等了一個小時 人都沒回來急忙報警處理 另外在台中穿著粉色上衣的正式運彩工會 李市長 他出名控訴一名陽性李專 冒用他的名義對外招攬投資彩券行 可拿到5%分紅 甚至偽造他的印章起合約書 統計受害的就超過20人 詐騙金額高達1500萬 為什麼要詐騙 前的劉項又去了哪裡 陽性李專就是交代不清 還掛電話 現在李市長除了發出聲明澄清 同時聯合被害人正式提告 保護自身名譽 也希望別再有人受騙上當 解唐佳儀 綜合不倒